主料,土豆300克,西红柿300克,辅料,油,盐,葱3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两个大大的土豆和三个大西红柿,把土豆洗干净切成小块状,把西红柿切成片,香葱洗干净,把香葱切成段,锅中倒入适量化生油,放入葱花爆炒,放入土豆块继续翻炒, 加入适量的温水和酱油,开始慢慢的炖土豆,15分钟后,打开锅盖再倒入西红柿,继续翻炒几下,继续盖上锅盖炖,当把土豆和西红柿都炖成器一样,再加入少许鸡精或味精就可以出锅了,盛到盘中的西红柿炖土豆,烹饪技巧,老人都喜欢吃软软的菜,所以,可以把土豆多炖一会,等土豆粘了再放入西红柿继续炖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